我之前当时学生后来的家伙 为了孤立孩子多多借书 不用外套的习惯 后边的习惯特别提出 四季判定的外套 用扭蛋机弹珠台帮到的习惯 只要借我10本书 就能算一次 暑假为了要鼓励大家多阅读 所以我们就只要买了这个 扭蛋机跟弹珠台的活动 那基本上其实只要来借书十本 你就可以选择要玩弹珠台 或者是玩扭蛋机 那每样礼品呢 其实我们就通通有讲 所以那架上看到的这些礼品 是我们的第一批的奖品 那因为大家蛮踊跃的支持 所以其实我们的第一批礼品 已经陆续都兑换完毕 那我们后续有再补其他第二批 第三批的礼品进来 那是鼓励大家多多来借书 后边的读书官表示 等过以来我们来度 就职一点上好累的活动 跟这回的扭蛋弹珠并没有重吐 两边都保证行 长期来也都是鼓励大家来借书 所以我们只要借10本书 我们就会有一张猫头鹰的贴纸 那你只要挤满10点以上 就可以来我们这边对话我们的礼品 那礼品是不定期的更新 所以这个部分会跟我们的活动 是不冲突的 也就是说你借10本书 你除了可以拿到一张猫头鹰贴纸以外 你还可以再玩一次游戏 对 所以等于是双重一个加码活动 这样子 另外读书官在后来的旗舰 也扮你多玩的活动 包括有DIY 公告书看鸭皮丁丁 相当的丰富 暑假来讲 我们今天是以科学阅读为主 所以我们其实办了蛮多科学相关的体验课程 不过这部分是已经因为大家很踊跃的参加 所以其实都已经报名而满了 可是我们长期来讲 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 我们还有针对就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做一个周五宝贝故事屋的说故事活动 那这个部分是不用报名 那就欢迎大家家长有空的话 都可以带小朋友来参加 七八月份来后边读书官做菜 不然是可以充实的地式 也有好累收藏 后边读书官欢迎大小朋友 得得来吃喝 多个快乐的家伙 感谢您的读书官在后边读书官报道 感谢您的读书官